好 我们这里我们来进行安装一下 安装之前的话呢 我们把前面的 然后几个问题处理一下 就是前面的话 我们不是已经安装过 然后Promicius 然后它这个 一个集群嘛 然后的话 我们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后台启动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去 是会直接站在我们的一个 mini行窗口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后台启动 然后的话 我们是 就输出的入到下面去 2 at1 然后后台启动 好 那个我们另外 另外两个也是 好 那个我们现在的话 这三台的话都已经 后台启动了 我们来进行安装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话 就把它安装在哪里呢 我们把它安装在 176上面吧 把它安装在176上面 然后我们去下载一下 它下载的话 也可以去直接 那个 打他们官网上去 官网的话 那个下载的话 也是这个地址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嗯 连克 报告是 看我的0.1.2 咱们看一下 复制这个地址 看一下 是不是和那个 和我们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都直接是 从官网上下载的 嗯 好 我们来解压一下 然后把它的一个 可制定程序 然后考出来 靠到USR LOOK BIN下面 好 那个我们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看到 然后的话 已经正常了 正常可以运行的 可以运行的话 我们把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 来做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配置文件吧 哦 直接 然后的话 我因为 这个直接下载到 这个ETC下面了 把它移出来 我们的ETC下面 再看一下 默认的 默认的配置文件 默认配置文件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 就那个 过得去介绍 然后的话 我们就直接 那个 写了一个新的文件 再看一下 直接写了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的话 和它基本上 都很类似的 我们直接 是写一个文件吧 看我们把它 这里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放到ETC下面 pub v.etc 我们来把它去 那个 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 我们再来解释 都是定义的哪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定义了一个 这个探测的一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话 第一个是 HTTP HTTP探测 HTTP探测的话 这是协议ATTPs 然后的话 那个操作时间是5秒 这个都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的话 这个是一个有效的 一个摊测值 为空的话 代表所有的 然后200开头的一些代码 那个一个代码 也就是200开头的一个状态码 都会进行一个检测 这个方法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该的方法 这个名称是一个固定值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名称是固定值 然后的话 下面是一个 SMP探测 然后的话 使用的一个协议 SMP 超时时间 这个使用的是一个 IPv4的一个协议 下面呢 是一个使用一个DNS探测 这里也是指的一个 IPv4的一个协议 下面的话呢 是我们那个探测的域名 探测域名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的话 嗯还要需要一个 一个web服务器 我们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web服务器 装在那个175上面吧 按web服务器 然后的话 我们去探测的是175 好我们来保存一下 嗯 无法打开 写的物件 来看一下 先复制一下 应该是文件夹 我们那个 嗯 制定错了 Chromebook.1m 好 那个我们在175上去装一个web服务器 然后的话 去探测一下 我们装一个NJX就行了 嗯 稍等一下 嗯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80端口 有没有 有没有在那个在占用 嗯 80 嗯 1rp create 大家看到的话 然后80端口是那个没有人在占用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可以去直接起 看一下它的状态 NJX已经起来了 起来的话我们去嗯 看一下能不能访问 175 嗯 大家看到我们的NJX现在的话是可以访问的 这时候我们这边的话嗯 也已经做好了 我们去启动一下 它其实这个blackbox呢 它也是一种那个导出器 也就是说那个把我们需要的一个metric值把它导出来 嗯 不对 不是这个 problem 好 我们来启动一下 嗯 看一下那个哪里有问题 第47行 嗯 来看一下 又是我们的一个符号有问题 大家看一下 复制的时候 看那个很容易出现的一种问题 嗯 其他字符应该没问题 这个字符怎么会 怎么复制也不行 好 现在的话已经启动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 嗯 监听的9115端口 可以去访问一下 然后是17 176 9115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etric值 测试这个是通过一个那个外部的一个探测 位置的模块 嗯 看一下 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写着位置的模块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的话呢 我们先那个不去管它 我们 那个去 嗯 在我们那个 promix上面去 配置一下 嗯 再来看一下 pomix上面那个配置 嗯 继续 我们去那个添加一下 然后的话 我们前面配的一个集群是什么 是174 然后是一个那个主节点 然后的话175和175 然后是一个总节点 我们要配的话 我们在两个然后work节点上面去配一下 嗯 来看一下 在175上面吧 然后我们去去加一个 加到最下面 嗯 我们是http curb 然后我们是一个metric的路径 点到反应有点慢 然后 permis 嗯 然后是mod 看它这个反应 看网络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 反应有点慢 然后是http 刚好 这个的话 那个我稍微那个 这个反应那个速度太慢了 我们把它那个 拷贝上去吧 你看到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蹦的 我们来去改一下 这里面是少一个空格 好 我们在一个文件发现 然后的话这个文件 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定义一个文件 然后还有 然后的话下面的话 我们稍微那个 来解释一下 应该是一个三个步骤 嗯 大家看第一步的话就是 呃我们这个是重新打标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标签 重新打一个标签 然后的话把这个地址 然后打成一个什么标签 打成一个这样的标签 打成这样一个标签之后 又把这个标签 然后又那个给它打成incidence 打成incidence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第三步 又是重新复值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个 呃这个标签的话 又重新做一个复值 复值的复值给谁 值值的话是 20.174.115.9125 这个是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 是我们的一个 呃blackxpoder 然后那个它的一个地址 我们来把它复值一下 嗯176 嗯 然后的话我们还要去定义一个 呃我们那个探测一个节省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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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探测的一个目标 探测的目标的话我们是写在哪里的 我们是写在我们的一个 呃 写在Promicius里面的 不是说那个写在我们的一个 呃 嗯 那个blackxpoder里面 大家一定要那个 那个注意这种方式 嗯 这个应该是175 嗯 OK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里面的话也那个 嗯 稍微介绍了一下 嗯 这里重新打标 嗯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这一个要重新再入一下配置文件 然后 嗯 嗯 这一个 8088 q -hub 8088 好 我们来去检查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117 1 1 175 17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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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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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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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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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 2 2 再度一下 8088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 现在特别化也是一个up状态 现在的话我们都可以去取得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没有它的参数 应该是http 应该是probe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探测出来的一些东西 状态码 这是200 你假如说有需要一些参数的话 你看同志这里面 我们都可以去提取出来 然后做成我们需要一个表达式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会有一个探测记录 探测的话 实际上是通过 然后这边的探测 然后进行生成的 它去调整一个blackbox 然后再进行一个探测 大家可以看到 探测的一些日志 是不是现在已经有记录了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边点一次 然后它那边 就探测一次 好 关于我们的探测 简单的探测 我们就先那个 那这边应该是没有其他的 关于一个简单的探测的话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